- 黑貓是不幸的象徵 大家好 我是這個王狗 貓在現代有越來越多人人人養的趨勢 尤其像台北的數量就從100年的6萬多隻 變成了108年的12萬多隻 增長的速度將近了一倍 而貓這個生物呢 在世界市場也有各種大大小小的說話 例如在台灣 黑貓是不幸的象徵 義大利看到黑貓也表示死的意思 但有趣的是同樣的物種 像在蘇格蘭的家門口看到貓 卻是代表幸運的象徵 那我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文化大學有留存依舊 文化與黑貓還有的都市傳說 有一天晚上跟室友在龍門吃玩笑夜後 因為外面天氣涼涼的很舒服 我們就沿著公車進校園的路線散步回去 走到大人館時 突然一部260公車從我們後面急駛而過 正當我們要破口大罵時 聽到了旁邊有貓哀嚎的聲音 走近一看 真慘 一隻小貓被公車壓到側邊 左邊的腸子都要跑出來了 四隻腳用力的在天空飛舞 像是要抓住在世的最後一口氣 嘴巴髒得很大不停哀嚎 這時我旁邊一名生殖士官長的朋友 他突然喊出來 不要看貓的眼睛 也不要被牠看到 快閃 那士官長叫我們當作沒看到趕快離開 但這時突然有兩個從大人館走出來的女生 聽到貓叫走過來查看 可能沒有注意到貓貓被撞 其中一個女生竟然在貓貓面前蹲下去了 我們當時看他蹲下去就覺得不妙 果然馬上聽到的女生一聲慘叫 這時另外一個室友突然走過去把他拉開 那個女的背下了屍魂被他的同學扶回宿舍 事後市官長說剛剛叫我們快閃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那時陰魂早替身 他說貓是很陰的動物 活著的時候陰間的魂 可藉由貓體回到陽間 所以停傷期間需要守夜 就是怕貓靠近屍體 而孤魂野鬼借屍還魂 尤其事發在大人館旁 陰魂利鬼多 而且文化每年跳樓自殺的學生都有 我聽完士官長說完 心頭一震果然邪門 但同時其實也覺得有點怪力亂神 也沒想到 隔天上完課回宿舍的時候 就聽到士官長跟他朋友 年生凝重的在討論 昨天那女生自從被嚇到以後 一直都恍恍惚惚的 像是沒辦法集中精神一樣 士官長建議要那個女的 趕緊離開宿舍回家 然後再找人收回她的魂魄 我在旁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怎麼會如此邪門啊 原本大家都以為這樣子就沒事了 過兩天後 正在宿舍休息等著上十點課的我 士官長衝進房間直說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原來 那位見到貓師體驗的同學 在今天清晨 從大牙館 跳天井自殺了 聽說途中還撞到陽台 左邊鍍破長流 就跟那天貓貓死的慘狀 非常的相似 我當場覺得 如晴天霹靂 腦中一片空白 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而且士官長也被嚇到了 只說不妙 我們一定要去跟那個女的上香一下 晚上還要去大人館旁邊拜一拜 後來處理完了 士官長不知道從哪裡弄來幾道福 要我們隨身帶著 尤其經過大人館身邊的時候 一定不能忘記 一定要帶著 因為他生怕我們遭受慈慾之殃 不過的確還蠻靈驗的 這個月我也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漸漸的也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直到某一天 我跟同學往常一樣在大人館打球 一直打到9點半左右吧 又有一球投籃時彈到場外 我就跑出去追球 球沿著路一直滾滾滾 越滾越遠 我一心只想把球拿回來 所以我就使勁地跑 突然我看到眼前一隻貓 從右邊的草叢跳出來 一直往大人館那個陰門奔過去 很奇怪的是 我突然被那隻貓吸引了 竟然忘了追球 就跟著貓走過去 整個大人館面向籃球場 大門前都空蕩蕩的 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這時我突然想起一個月前 貓被撞的這件事 不禁打了寒戰 想說我身上的福也沒帶著 所以得趕緊閃 我又回到馬路上找球 我沿著馬路走啊走 大概就在之前貓貓被撞的地方 我看到了一個驚悚的畫面 有一個女孩蹲在地上 臉低垂著 手裡抓著一隻貓 那隻貓被按在地上 一直叫 一直叫 卻無法脫逃 當時我全身發軟 都快站不住了 這時那個女的在我面前 緩緩站起來 我卻僵在那裡動彈不躲 嚇得要死 因為我面前這個女的 長得跟一個月前 那位跳樓的學生一模一樣 當她站起來的時候 頭也慢慢的抬起 這時我跟她四眼相對 她臉色清白 充滿恨意 一股怨氣從她眼睛射過來 讓我不含無力 幾乎停止遊戲 直見她手抓著那隻貓 突然高高的把貓舉起 往地上很可能摔去 貓的塞在地上 自乎受了腫傷 口中都流出血了 還不停地叫 就在這時候 一輛公車朝這方向 急駛過來 忽然的女的伸出左腳 踩住那隻貓 嘴角漸漸笑了起來 就在公車快要撞到我時 我突然聽到 我朋友從籃球場 狂叫我的名字 我一回神 剛剛那個女的 和那隻貓 還有公車 都不見了 我朋友問我 找球怎麼走那麼久 還站在這裡發呆 球 不是就在我腳下嗎 可是 這時 我連走路的力氣 都沒了 之後我回宿舍 當天就生病了 發高燒 不斷喃喃自語 我跟師官長說 我遇到的事情 師官長聽完 非常的緊張 他說要確定 我三魂還在不在 若魂不附體 就不妙了 所以他在我頭上 拔了幾根頭髮 用黃色的絲巾包起來 就帶回家 幫我做法了 而隔了幾天之後 師官長回來 跟我們說 神明又給他指示 原來那個女學生 心有不甘 想要找我們報復 因為當時 見到貓的 其實應該是我 與師官長 而那個女生 終於剛好等到 我沒有大夫的那天 經過大人館 想要在此時時刻 把我當替身 所以師官長說 我算是福大 密大 嗯 經過了這件事之後 不知怎麼認 我跟靈異的東西 緣分就變多了 之後我還陸陸續續 遇到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讓我心中 對這些明明的事物 更加的尊敬 所以大家還要收 後續改的時間 今天講的這個故事呢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 也有聽別人講過 因為這個故事呢 在養明山山好像真的 非常的盛行 對 那像貓咪這種 那麼惹人 疼愛你的生物 欸 想走 你要走 雖然有那麼恐怖的傳說 但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他們呢 其實也給人類帶來了 非常多快樂的回憶 而且在某些地方 也算是一種 被受祝福的動物 我們亞洲不就有 招財毛這種說法嗎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一桿子打翻 做心靈又可愛的貓咪阿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圖片的話 可以忘記幫我喜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